嗨 我是最烦受人威胁了 老臣们更烦 包着你大腿 忽管什么用 有本事去把外面的兵马打退啊 死命拦着你 还将那两个孩子的性命 置之不顾 便能拦住城外的兵马了吗 还有那柳翁是个什么王八东西 无耻之辈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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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达他的保证 陛下放心 我身子骨素来好 如今这小伤不算什么 我肯定能给你生一堆皇子公主 让别的女人 让别的女人没机会饶你亲家 好 那朕就养肯定能给你生一堆皇后了 这次见着一件清新的人就赞 订阅 周家三小姐对你还不大了解 你不如让她先对你有一番了解 反正你们两个都要守孝 你表明心意后可以给她时间慢慢考虑 这会不会太唐突人家了 能行吗 若是寻常规中女子 自然是唐突的 但周家三小姐不同 他虽然自小不能习武 但也有着匠门风骨 性子爽利 品性端正 虽善兵法 但为人处事应该不喜欢兜圈子 你直接去问 反而效果更好 嗯 那我真去了 表妹 我可是你亲表哥啊 你别坑我 不会坑你 你放心去 正因为你是我亲表哥 我才会在我夫君还昏迷不醒这个档口 帮你操这份心 哎 你不是救了她吗 可以让她以身相许 这不是嫌图报吗 灵化给她一个你笨纳的眼神 什么恩不恩的 心扒拉到自己顽利才是真的 就周三小姐的聪明本事 你竟然瞧上了 说不早出手 小心被人劫足先登 你岂不后悔死啊 长得好看又聪明 还没有婚约在身的女子 不是香波波是什么呢 不说远在京城的 就说如今这幽州城 还有多少没有取上妻的少年子弟呢 尤其是京路兵马大营里 窝着一堆富家子弟 虽然打仗不太行 但眼睛一个个都毒着呢 表妹 你说得对 我这就去 她对灵化拱手 美滋滋的 多谢表妹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说完一刻也不呆了 转身匆匆去了 崔岩叔就在二人身边 听了个全过程 目瞪口呆叹为观止 叶世子高笑 你还想娶高门闺女吗 崔岩叔眨眨眼睛 灵化扭过头不再看她 不客气地说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可想好了再说 掌舵时 实在是太聪明了 不是我聪明 是你的心思 根本就不在高门贵女上 否则我将孙向府的四小姐送到你面前 你不会接触了一遭回来之后 说她适合做太子妃 孙巧妍难道不好吗 身份 性子模样 千里挑一 这世上很难再找出一个 她那样各方面都好的女子了 若你有心 我将人送到你面前 以你的聪明才智和性情品貌 定能让她瞧上你 她就是你的 但你是怎么做的 也只有心里放了人 才将人给推出去 我心悦琉璃姑娘 但她对我 可有可无 我便 不知该不该拴住她 你觉得琉璃见过的 长得好看的男子 少吗 聪明反辈聪明物 请长多事 指点迷津 你见过沈怡安 徐子舟 孙明玉 林飞远 成叔 秦桓吧 最熟悉云落 望书和风 细雨端阳吧 你觉得 他们比你长得差多少 成公子和秦三公子 没我长得好 至于其余人 不太好说 长得好看的人 难分重薄 各有千秋 不好比较 长得不好看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来 若非秦三公子 长得不够好看 长多时也不会 从小就有 想毁婚的心思 所以 他与你熟悉 但与我说的这些人 同样熟悉 为何偏偏吸引你呢 哪怕有一点 但也是不争的事实 崔岩叔似乎懂了 若有所思 他性子洒脱是没错 但你别忘了 他与我从小一起长大 我能对燕青一见钟情 他对你 未必不会 只不过 他因出身江湖 你是清和崔氏世世家子 早些有个口头上的未婚妻 后来才弄没了 如今更是上有好前程 下有好品貌 终有蹊跷玲珑心 对他来说 心仪是一回事 想嫁你 又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 关键还是在我 不在你 难道在我吗 哎哟 燕青快醒了 你是自己琢磨去 还是去找琉璃 赶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好吧 掌舵使今日能给我解惑 大概我是沾了叶世子的光 也沾了燕小侯夜昏迷不醒的光 否则这么久了 他风丝不漏 可见对我的不开窍 是有些不满的 多谢掌舵使 我刀托小侯夜空